國內疫情重創產業 行政院擬規劃發行5倍券 以振興內需經濟 不過若以紙本發放 台北市長柯文哲對此大喊很囉 我們看看 香港 現在是18歲以上每人5000元港幣 但是他是用電子支付 有巴達通 支付寶 Tap and Go 跟WeChat Pay 有四種方式 這樣每個維基都是轉記 像去年畫三倍券的時候 你知道嗎 其實我們當時是 在我們的敬勞卡上面 其實是這樣 我們常常會講說 老百姓不一定會用新的技術 但是是讓我們去年的 我們65歲的長者 更精確的講法是38% 他真的是用敬勞卡去領三倍券 就花三千 補三千 65歲以上都可以38% 如果開放到年輕人 那可以更多 那是這樣 無現金交易是世界潮流 你知道 如果香港 要花5000塊港幣 他就全部用電子支付 你想想看 如果我們 假設我們在台灣 都用電子身份證 每個人都有電子支付 然後跟銀行帳戶連結 其實根本就不要發什麼 這中央只要按一個Enter 按照每個人幾歲以上多少錢 幾歲多少錢 直接轉到帳戶而已 一秒鐘就完成了 關於這個問題 我倒覺得還是那樣 每一個危機都是國家進步的一個機會 所以老是發紙本你知道 看起來就很多 柯文哲說 特定行業的補助 尤其餐飲 旅館業是受傷最重的產業 北市正在研究協助產業轉型 至於中央五倍券要怎麼做 北市要配合還是獨立加碼振興等 也在規劃當中 記者問一句台北報導